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别人的成就 我们不应该心存极度 而是要想办法共同进步 成就自己 一 极度别人是一把双刃剑 有句古话说得好 别人身上的一根刺 在你眼中是一根梁 几度别人 有时候会冲昏你的头脑 拿着放大镜挑别人的过错 到头来 不过是伤害了别人 玩笑了自己 吐槽大会第五季第八季延期播放了 起因就是因为足坛民宿范志毅在第七期节目中火力全开 对中国篮球展开了疯狂的吐槽 媒体形象地把这次男足男篮队员相互吐槽的行为 形容为菜鸡护拙 在节目中 范大将军一上场就放狠话 足球篮球隔着行 节目组把我请来 让我骂骂周琪和郭艾伦 他们能差成什么样 能让中国足球来拯救他们 其实这本质上不过是一个节目 但是在有些人眼中就不一样 很多人开始找节目中的各种不合适的地方 说这个节目无下限 作秀 甚至上纲上线 要求节目向中国篮球道歉 不过是一个娱乐节目 到头来却看了一个寂寞 你可以成绩差 还不让人说了吗 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人小题大做 亦或是一种嫉妒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嫉妒是拿别人的好来惩罚自己 深以为然 当一个人对别人的嫉妒冲昏了头脑 就会患上一种叫做红眼病的绝症 满世界都是不公 却从来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嫉妒别人是一把双刃剑 与其全世界找罪手 不如好好提升自己 做一个更好的人 曾经很喜欢作家张小贤的一句话 生命太短 没时间自怜 也没时间妒忌 见得别人好 自己才能变得更好 因为我们将极度别人的时间 用在了用力欣赏和学习别人的长处之上 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支持的同时 也让自己的路宽了那么几分 忽然发现 那个叫郭德纲的男人 不知不觉中 就占据了相声的多半壁江山 那个需要在玻璃笼子里被人观赏赚钱的演员 成为了相式的名门宗师了 然而人红是非多 邓云社红了以后 他并没有得到相声同行的尊重 而是遭受了行业的空前打击和排挤 3月19日 郭德纲的师弟正好 在网络上发声 讽刺了相声界同行的这一行径 正好写道 把人生当生意 就会害怕别人抢生意 就会担心自己生意不好 就会嫉妒别人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别人来指责德云社的不是 并不是德云社的人有什么问题 只是因为别人觉得自己生意不好 是因为德云社的缘故 本质上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一种嫉妒 实际上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的相声真的好 会嫉妒德云社 反之 如果你真没有什么东西 即便没有德云社 我们也懒得去你家听相声 人这一辈子 总会遇到那种 见不得别人优秀的人 他们总是习惯于去挑剔别人的错误 有时候 即便是出力不讨好 也在所不辞 他们为难你 不见得能有什么好处 仅仅是我们过不好 你也别想过好的恶毒心思 正如东野归吾 在恶意义书中写的那样 我恨你 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 我恨你优越的生活 我恨我当初如此不屑的你 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 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 我恨我自己运气不够 才能不够 我把对我自己的恨 一并给你 全部用来恨你 人生很短 红尘不长 与其做着损人牙眼的缺德事 不如想办法过好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一些 三 看得惯别人是一种格局 我们对别人优秀的接纳程度 反映了自己内心格局的大小 苏东坡和著名和尚 佛印是好友 两个人经常互相讨论 人生哲理 佛法禅意 有一次 两个人一同在林中打坐 苏东坡突然问道 你看我的坐姿像什么 佛印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 我看你像一尊佛 苏东坡很高兴 打趣道 可是我看你像一堆牛粪呀 佛印依旧淡淡地说 我依旧看你像一尊佛 苏东坡很高兴 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回家和妹妹得意洋洋地 讲了这件事 苏小妹说 哥哥你输了 心中有佛 见谁都是佛 看别人是牛粪 你心中恐怕也只有牛粪呀 其实我看不惯它 有一种格局 叫做能见得别人好 同样的一片风景 有人看见的是雨后的秀丽 有人看见的是遍地的泥泞 这就是格局的不同 看不惯别人 不是因为别人有多么差 只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当一个人格局到了以后 总能发现任何事物中的美好 看什么都顺眼 看得惯别人 是一种换位思考 但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别人 自然一堆错误 只有站到了别人的位置之上 才能理解对方的优秀之处 看得惯别人 是一种对放下 对别人多了一份将心比心 心里也就多了几分同情与理解 少了一些苛责与挑剔 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 看得惯别人 是一种格局 有时候我们看不惯别人 只是因为他和我们活得不一样 你怎么就知道 他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更好呢 用格局去接纳别人 更好的自己才能接纳你 见不得别人的好 是人性中最大的一份恶 它不但会让别人难堪 也会让我们的人生路止步不前 我们这一辈子 就是一个不断认识天地 认识众生 认识自己的过程 如果你总是抓着别人的不足 路只会越走越窄 内心只能越来越狭隘 最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人生路 一禅小和尚说 人生如其 只需尽力 过于计较就会失了乐趣 有些人 有些事 我们无需过于计较 假如有那么一天 一切的不顺言与看不惯 都变得云淡风轻 那么恭喜了 我们的格局 已然长大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